作为一个不吃香的数码博主 没有广字街 只好自费购入标准版P60 为大家征集开箱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别问为啥不买Pro 问就是穷 官方主推的洛哥哥白 需要开盲盒补食 但我的运气一向不太好 虽选了这款鱼沙子 但有一说一 网图的紫色 我以为就是一块纯紫色的玻璃背板 几乎上手才发现 里面有非常细密的新纱 bling bling 好看得很 这个摄像头模组也很特别 我觉得挺像一个迷你版的单反相机 中间微微凸起的大摄像头 像不像单反的大眼睛 华为鸿蒙系统的流畅度和稳定性 就不用我多说了 直接去扫街 实测这个我最期待的超聚光XMAGIC影像 只要你会基本的构图 真的只用打开相机 傻瓜式的按快门 就已经能直出大片质感的照片了 如果你还想要更进阶一些的玩法 专业模式一定能让你拍出 无限接近单反的照片效果 内容有点多 喜欢拍照的宝子们 可以收藏起来慢慢学哦 首先给右上角的设置 打开参考线和水平仪 构图时发现水平仪中间变成实线 就说明手机是水平的啦 适合拍风景 建筑等需要横平数值的照片 然后打开相机滑到右边 选择专业模式 从左到右依次是测光模式 ISO感光度 光圈大小 快门速度 曝光补偿 对焦模式和白平衡 第一个图标是测光模式 里面左边是矩阵测光 白搭模式 啥场景都能拍 第二个是中央重点测光 适合拍摄人像摄影 第三个是点测光 适合拍摄逆光舞台 第二个是ISO感光度 数字越大 画面越亮 画质越差 数字越小 画面越暗 画质越好 在户外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可以尽量保持数字越低越好 画质会更加高清 夜晚光线不足的时候 可以适当调高ISO数值 但记得数字越大 噪点也会越明显哦 第三个A是光圈大小 往右拉 数字越大 光圈越小 背景越清晰 往左拉 数字越小 光圈越大 背景虚化效果越明显 下一个是快门速度 偷动条往左滑 快门速度越快 画面越暗 可以用来抓拍宠物 小孩的动态瞬间 越往右滑 快门速度越慢 画面越亮 可以配合三脚架 拍摄一些有趣的慢门效果 比如车流 瀑布等 接下来是曝光补偿 往左是变暗 往右是变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节 第五个是自动对焦模式 AF-S是单次自动对焦 适合拍摄近物 风景 原相 AF-S是连续自动对焦 可以用来抓拍运动物体 MF是手动对焦的意思 可以自己调节焦距 往左拉焦距越近 适合拍摄一些微距 往右拉焦距越远 适合拍摄星空 月亮之类的 最后一个是白平衡 照片氛围感的小秘诀 就在这里啦 这个AWB是指手机自动调节白平衡 后面依次是 银天模式 荧光灯模式 白智灯模式 晴天模式 最右侧这个是自定义白平衡 色温K纸画动条往左拉 数字越小 画面越冷 适合拍一些冷淡氛围的照片 越往右拉 数字越大 画面越暖 适合拍一些复古氛围的照片 不得不说 华为是真的把拍照给玩明白了 又菜又爱拍的宝 怎么想换机的话 可以考虑它 好了 这条很贵很值钱的分享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